一般来说,女人对待感情是很认真的,她一旦跟一个男人在一起,就会投入全部的热忱,会想着跟男人一起走进婚姻,一起度过一生。 然而很多时候,男人的玩心却很大,在他没有想安定下来,或者他并不是特别喜欢一个女人的时候,很可能他谈恋爱,就只是因为寂寞想找个人作伴而已,一个男人值不值得自己交往,值不值得自己付出真心,看以下三个方面就可以断定。 一,看他是想跟你恋爱,还是想跟你结婚,看一个男人对自己是不是真心的,就看他是想跟自己恋爱,还是想跟自己结婚,一个男人若是只想跟自己恋爱,而不谈婚姻,说明他并没有那么在乎自己,或许他只是喜欢自己,但是并没有那么爱自己,他只是把自己当作某段时间的一个伴侣, 而不是要携手一生的那个人。男人对待婚姻其实也是很慎重的,假如他想结婚,他一定会理智地选择一个婚姻对象,也许他选的人并不是自己最爱的,但是他选的人一定是合适自己的,而且他会认真的把对方视为自己的终身伴侣。 二,看他怎样对待兄弟,是否孝顺父母,要想看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,就要看他怎么和家人相处,看他如何与兄弟姐妹相处,看他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。 三,看他对工作对生活的态度,是否积极上进。 看一个男人是否值得自己托付终身,除了要看他的人品之外,要看他的能力,要看他对生活的态度,对工作的态度,是否积极上进。 因为只有对生活乐观的男人,才会不会被困难打倒。只有对工作努力的男人,才会有更大的创造力,才能带给自己更轻松快乐的生活。 一个男人在家庭中,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,对于一个家庭来说,无论是在精神方面,还是在经济方面,都是起到一个顶梁柱的作用。 如果他不能被生活打倒,家族才会兴旺,如果他消沉不上进,那他就是妻儿的累赘,并不值得女人托付终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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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